那刚刚从这个路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哥哥在参加节目 有一个前后大变样 就觉得进去的哥哥哗出来 张远哥 你觉得你自己有变化吗 我觉得 我就在悄然的变化 就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变化的话 就有点过于关注自己 其实我现在是 有点沉浸在其中的感觉 发现不了 对 因为你很难想象 就是说你能那么静静地看到 就是你曾经就是特别喜欢的人 和哥哥们 包括义哥 现在就你还保持那么帅 让小祝哥 是是是 啊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说的往前 往往年的哥哥 对 往年的哥哥他的那个状态 特别棒的哥哥 我明白 对你看看 你看就不应该让我来 就没事没事 因为因为你最近在忙着开什么演唱会呢 啊嘉宾 嘉宾巡回演唱会 对对对 那这里有没有你比较印象深的 深刻的环节 哦 印象深的环节也蛮多的 对 我觉得这个吧 远哥今天过于开心 过于露了 露了 露了这样吧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哈哈哈 先回到远哥的状态 远哥 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弹幕里面说 说你是老来得粉 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老来得粉 我跟你说我今天说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梗 就说远哥你是晚戏帅哥 嗯 我说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安徽人嘛 安徽人不就是晚 啊晚 对我们湖南是香 香 安徽是晚 然后就是我是晚戏帅哥 嗯 第二个解释就是帅的比较晚 嗯 就是 谢谢你的梗 好 哎我们听懂了 所以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以前的照片呢 就大家不要看好不好 我哭了我又哭了那个镜头 就大家再也不要看我求你好不好 好 记住我现在参加批音斩棘哥哥的这个样子 好不好 记住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 非常好 我皮肤管理不是白做的 哎 没有主要是真的好 心里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我觉得 嗯 对就是我这么长时间感觉 包括来批一个的精神 我也觉得就是批音斩棘嘛 就算你身上带着刺 嗯 就算你一直觉得啊 就是怎么讲的这个话 哎呀 突然觉得特别的兴奋 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是 只是突然兴奋吗 一直都很兴奋 对就是我是那种 喜欢用一种就是良性的自欺欺人 嗯 去去对自己的 就是我觉得人怎么想自己 你就是怎么样 你自己就是你所想 嗯 所以我永远不会介意 我自己是什么年纪 应该做什么事 我现在就不能干什么了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不管什么时候见你 你都是一个样 真的吗 真的就是帅 对